2012年12月22至23日 由泰国台湾商会联合总会与泰国台湾会馆联合主办了 2012年太台文化交流 总团长陈胜福及吴迪小生孙翠凤 携泰国传统戏剧第一团明华园厉泰繁衍 将台湾歌仔戏化身最具群众魅力的文化创意产业 更让这门台湾独有的表现艺术金线国际舞台 谱写东方戏曲传奇 明华园于1929年创立有84年的历史 在台湾明华园不但成功将歌仔戏化身 最具群众魅力的文化创意产业 更将这门台湾独有的表现艺术 惊艳国际舞台 明华园的戏曲表演 展现了台湾人千变万化的 艺术想象与强韧的生命力 它融合民俗 戏曲 歌词 音乐 舞蹈 杂技 美术 电影 现代剧场等多元艺术 甚至还有黑光剧场 空中飞人等特技运用 节奏明快 娱乐效果十足 强烈的视觉色彩 丰富的升官 具亲和力的肢体语言 无论在室内剧场或露天舞台 明华园都能展现 开朗而热情的默认风格 泰国中央中文电视台记者 张瑞 陈光康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李晋华